在2016年的一等星期节目上 来了一位身价高达8亿的富商 但他衣着平凡 选择隐瞒身份来面对众多女嘉宾 于上台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大家好 我是从小山村走出来的孩子 因为从小对学习不感兴趣 便早早的辍学了 现在我是个电脑维修工 约收入在6000左右 今天想在这个舞台上 找到属于我的另一半 男嘉宾的话刚说完 台上的灯就三三两两的灭了 主持人也好奇道 这位男嘉宾的条件还说得过去呀 怎么一个个都灭灯了呢 一位面灯女嘉宾率先说道 他这个职业简直就是骗子聚集地 上次我去修电脑 他就说电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灵件坏掉了 张口就向我要1000块的维修费 我觉得太贵就没有修 拿到了一个懂电脑的朋友家里 他三下五穿二的就把我的电脑修好了 根本不需要更换任何灵件 他们却这样蒙骗我这样一个小女生 从此我就觉得这一号没有一个好人 主持人接着说道 你当时碰到的是他吗 女嘉宾摇了摇头 主持人接着说道 那你怎么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任何一个职业里 都有好人坏人这一说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的男嘉宾就是你所说的那一类人 我们还是要给男嘉宾一个说话的机会的 你们可以继续向男嘉宾提问了 一位女嘉宾立刻举手问道 男嘉宾 你现在月薪六千 在这个大城市里能养活自己吗 如果你有了女朋友 你们又该如何生活呢 男嘉宾随意地答道 就能要凑合活着呗 总不能放弃生活呀 有了女朋友在说以后的事 没有必要提前烦恼以后的生活 毕竟过好眼下的日子 才是最重要的 见男嘉宾如此不在乎的态度 又有许多女嘉宾选择了灭灯 一位灭灯的女嘉宾说道 男嘉宾 你确定你是来找女朋友 不是来吃节目组的盒饭的 我怎么感觉 你完全没有想从台上 牵走一位女嘉宾的欲望呢 难道是我们还不够入你的眼吗 你能不能拿出正经的态度 对待我们 主持人也说道 男嘉宾 你还是摆正你的态度吧 不然没等两轮 全场女嘉宾都灭灯了 这时男嘉宾 才端正他的态度 并说道 我刚一上台 就有女嘉宾在炮轰我的职业 把我形容成唯利是图的人 我肯定不高兴呀 难道放在你的身上 你就开心吗 但我刚才的态度 确实是有些不礼貌 我现在正式地 向在场的女嘉宾道个歉 主持人也打圆场地说道 知所能改 山莫大烟 我们也没有那么苛刻 还是请女嘉宾 问下一个问题吧 一位看起来 非常精明的女嘉宾问道 男嘉宾 你对以后是怎么打算的 是准备留在大城市发展 还是回老家畅业什么的 有没有自己的一个计划 男嘉宾想了想 我暂时还没有什么计划 我想留在大城市 现在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 我回老家 也适应不了那里的生活 我准备在这里扎根了 现在我的技术越来越好 也能解决手机上的小毛病 手里也有一点存款 下一步 我准备自己开一个电子维修店 到时候收益也会越来越好 应该能维持 我和女朋友两人的生活 女嘉宾接着问道 你现在估算一下 一个月的收益会有多少 男嘉宾想了一会儿开口说道 我估算了一下 一个月的净收入 应该是在一万左右 到时候我还可以发展一下副业 未来肯定越来越好 一位女嘉宾面带不屑地说道 你费那么大劲 一个月才赚一万块 你不觉得自己稍微有些丢人吗 我身边的哪个男人 月收入不在五万以上 不因为在这个节目里 能够遇到超级富豪呢 却没想到能遇见你 真是晦气 站在这里 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 我还不如和我身边那群人 打好关系呢 男嘉宾愤怒地回道 我每个月拿到的钱 都是靠自己双手赚来的 起码我是光明磊落 而你只想着靠男人 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 你这样的女人 白送给我 我都不要 女嘉宾听完直接愤怒地灭了灯 另一位女嘉宾结枪说道 男嘉宾 你不觉得你说的那些话 有点过分了吗 你在舞台上就这样对待一个女生 那你在生活里对待女生的方式 又该是什么样子的 想想就是可怕 说完也顺手 灭掉了自己的灯 男嘉宾此时面色坚定地说道 我并不好悔 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人格 那么他哪能算得上一个完整的人呢 整天为别人控制在手里 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 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位女嘉宾结枪道 男嘉宾 你说的非常对 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生活 我非常欣赏你的性格 你对你的女朋友 还有什么要求吗 男嘉宾说道 首先我的女朋友要独立自强 拥有自己稳定的工作 不依附于任何人身上 第二 他必须是本科学历 因为我的学历比较低 我想弥补一下这个缺陷 现在我也在自考大学 也想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 一位女嘉宾嘲讽道 你觉得你配得上 我们这种大学毕业的人吗 你都多大年纪了 还考大学 你考试的时候 考场里都坐着 比你小十来岁的小孩 你不觉得丢人吗 你现在已经失去那个机会了 就不要强迫自己了 男嘉宾立马回怼道 我这个年纪高考怎么了 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候学习都不完 也不应该放弃学习 只要学习 就能证明你一直在前进 每个人都不应该停下学习的脚步 全场的观众 都为男嘉宾这番话鼓掌 一位女嘉宾说道 男嘉宾 就你这个薪资水平 你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 这个城市的房子 难道以后结婚了 也要住在别人的家里吗 男嘉宾老实地说道 我本就打算租一辈子的房子 完全没有买房子的打算 我算了一下 买房子并没有租房子划算 而且这个住凡了 可以随时换个地方住 一位女嘉宾皱着眉头说道 租别人的房子 随时都有被赶走的风险 难道你有了孩子了 还要拖家带口的连夜搬家吗 你不觉得租一辈子的房子 很不现实吗 男嘉宾耸了耸肩表示道 搬就搬呗 毕竟现在搬家这么方便 一两天就可以搬走了 没有你说的那么麻烦 女嘉宾们听到这句话 全部都灭了灯 纷纷都表示 在这么大个城市里 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 就等于没有自己的家 没有安全感 这次抬上24盏灯全灭 男嘉宾遗憾退场 主持人这才揭开 男嘉宾的真实身份 其实男嘉宾是一个 身价高达8亿的富商 但他名下确实是 没有一处房产 这可能是每个人 对待生活的态度不一样吧 他可能比较喜欢自由的生活 这也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我们还是祝他早日 找到自己的真爱吧 此时台上24位女嘉宾 个个脸上带着不高兴的表情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